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視頻,我是豪哥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 日前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 歐盟已經無法滑船烏克蘭戰爭 美國更加不可能,這個時候中國必須幫忙 另一方面,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週日再表示 有鑑於中國過去針對主權的發現 美方期待中方站出來譴責俄羅斯 對於美方的語言陷阱 中國當然不會蠢到跟著指揮棒起舞 真是選邊站 鵝毅強調,鼓勵美國、北約、歐盟和俄羅斯開展平等對話 直面多年來積累的矛盾和問題 重視北約連續東卻對俄安全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 按照安全不可分割原則 尋求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機制 你可以說北京灑太極禍欲禮 但這番話對於中國是否出手做和事佬 是極具參考價值的 冤有頭債有主 蘇聯解體之後華約解散 以反蘇為目標的北約你應接埋 誰知北約之後經歷五次東卻 終於踩到烏克蘭 有支大炮行住在家門口 戰鬥民族 是可忍屬不可忍 而對於普京來說 最恥辱的是 你們美國人不是有句俗語 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 嗎? 怎知俄羅斯曾經三次要求加入北約都被拒之門外 直到去年年尾 普京和拜登舉行峰會 俄方提出西方不得接納烏克蘭為北約成員國 以及西方不得在烏克蘭部署重型進攻性武器的兩大安全紅線 結果拜登又是採你都傻 連還價都嫌廢 至於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誰人都知道他老哥是喜劇演員出身 怎知原來還是玩火的雜技演員 明知强倫正在磨刀霍霍 還起勢不停跳人 甚至將加入北約寫入憲法 好了 現在真是打到來了 自猛然驚醒要獨自作戰 譴責一萬次俄軍侵略又有什麼用 他自己無所謂 反正都是發短片繼續扮演他的網絡三軍總司令 打仗的就是平民 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 蔡省長和掃把槍會不會又是上網呼籲民眾抵抗 而台灣人又有沒有烏克蘭人的狼性呢 講回中國做和事佬 前提是當時各方到底有沒有意願退場 看看現在的局 普京沒有下台階 誰調停他都未必會停 而要滿足他戰略安全的要求 特別是北約拒收烏克蘭 只有美國才做得到 問題是 美國口講要和平 但死都不肯埋桌和普京講數 有美方官員甚至透露 正討論如果澤連司機撤離基庫 怎樣支持烏克蘭流亡政府 擺明想將戰事長期化 而歐盟就向烏克蘭提供戰機 俄方已經警告 任何提供烏國軍機起飛作戰的國家 都會視為參與衝突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和時佬做不做得過 真是要想清楚 如果說歐洲和俄羅斯攤牌 多多少少有被人焗上筷子的意味 美國一直火上加油 唯恐場仗打得不夠燦爛 明顯就是想助收如利 一石多鳥 首先就是將俄羅斯 塑造成邪惡帝國 將普京醜化為現代希特拉 歐洲人無法指不歸隊 再次團結在美國人的周圍 其次就是經濟利益 連日來資本市場避險情緒劇增 並明顯流向美國 美債受到追捧 山姆大叔又成功發一筆戰爭財 一旦制裁俄國能源出口 美國貨正好填充歐洲市場缺口 之前山姆大叔老點澳洲勒慶中國 結果澳洲代鼠被中國經濟制裁 美國煤炭立即承虛移入 就是最好的例子 當然最重要還是離間中俄準同盟關係 美國佬一時暗示中國和俄國打龍通 一時要求中國譴責侵略 司馬超之心、路人皆見 都是基辛格說得對 中美俄就好像一個不等邊三角形 任何兩邊都會長過另一邊 大家看看美國人在中國周邊報的局 南韓有薩德導彈防禦系統 美國、印度、日本和澳洲 有所謂的四方機制 美英澳又有AUKUS 西邊的尼泊爾最近也通過被美軍在當地駐軍 如果北邊的俄羅斯都淪陷賣中國戰略緩衝進失 情況分分鐘大鑊過俄羅斯失去烏克蘭 今天烏克蘭固然可能是明日的台灣 今天俄羅斯會不會成為明日中國 同樣不可不防 好了,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大家是覺得like搞錯還是食花生呢? 投票告訴我們 多謝收看 大家晚安